子曰 己所不欲 不虚于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是事情 就不要再给别人 你自己都不想要 怎么能让别人接受呢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 来瞧一瞧吧 你这是干嘛呢 今天呀 是我生日 爹娘和我的兄弟们 会送很多礼物给我呢 这时候应该到了呀 来喽 来喽 伯伯好 你爹娘还有弟兄们托我带来的 拿好 谢谢伯伯 看看都是些什么 哇 好漂亮的新毛笔 嗯 肯定是大哥送的 还有一件衣服 好难看 叫我怎么穿呀 这可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呀 说的也是 说的也是 叫我吗 对呀 送你一件东西 我这 他要上厕所 一会就回来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幸亏我阻止的快 你可不能把那件衣服送给他 为什么呀 夫子说过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衣服 你自己都嫌难看 人家难道就不嫌难看了 到时候 他收也不好 不收也不好 不是让人家为难吗 呀 倒没想到这个 可 我都说过 要送他东西了 怎么办呀 把那些青毛笔送他呀 啊 可是 可是 别可是了 既然要送 就送好东西 何况 犯了错 总要付出代价的嘛 这样 你就会把教训 记得牢牢的 再也不会犯了 哎 好吧